星電視 社會恭喜良心傳媒 有你的支持 我們信心更充裕 請我們喝杯茶 星電視 STV 屬於大家的平台 歡迎大家訂閱星電視頻道 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梁建峰 星期五對話韓人時間開始了 韓先生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今天第一節想跟你說一下 總統拜登坐穩了一個位置 有很多新政就陸續推出了 其中一件就是要狂搞基建 這個呢 還要賺大筆的錢 比這個救助疫情的經濟復甦案 都沒有那麼大筆錢 還要加一些新的稅項來籌集一些不資金 美國的基建能不能夠因為 我們總統這麼強的意志就搞起來呢 你怎麼看呢 那搞基建 永遠都是好的 我覺得 只要你能夠真真正正的做到一些東西出來 哪怕是不多 都是好的 只要對社會有益 那拜登這個計劃 第一期的兩萬億 據說將來呢 還要加到三萬億的 但是先計兩萬億啦 都是算一個 現在把這個計劃出來就是做實事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的計劃 讓他在那裡 這樣呢 雙手贊成 就這些錢 我覺得都好過不做 那所以 首先就行定一下先 然後呢 就開始質疑這個計劃了 那拜登總統 大家都知道的 老油條 那拜登總統 說實事的性格就是屬於比較平和 但是呢 又是能力 做不到什麼出來的 那在美國政壇四十幾年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人呢 就是這樣 林姐姐 對於他這個計劃 首先第一步 你能不能夠給國會通過 先賺到這筆錢 已經值得懷疑了 除了印 除了借 之外 還有什麼呢 加上有錢的稅 共和黨在國會裡面 一定是成為一個不可如願的長城 一定攔住的 就算你通過了 真是有錢了 真是開工了 都還有其他的地方呢 是非常值得可疑的 首先 第一 就是搞基建一定是少不了政地等之類的東西 這些困難 非常之多的 我們看看加州的高鐵就知道了 從什麼規劃 環境報告 責地 路線怎麼畫 譬如我那些東西就已經搞到你頭都暈麻 抗日持久 一定是這樣了 好 就算你在現有的基礎上 譬如這個機場太夠了 拆進去 重建沒有責地問題了 但是美國的建築工人的效率 現在看來也是不敢樂觀的 所以很多後面的困難放在那裡 能不能夠真真正正在拜登的這四年任期裡面就落實 不要說完成了 開工而已 都真是不敢樂觀 這些都不算什麼很困難的事 都是可以克服的 但是有一件事 我覺得最值得令我擔心的 就是拜登政府開展這個計劃 動機我認為是不順的 拜登不止一次在國標場合表達 我們搞這個計劃 就是因為如果我們再不搞 中國人就會吃了我們的午餐 我們就會輸給中國人 他就是以為開展了一個這樣的計劃 就可以贏中國 就可以防範著中國 我覺得這樣的動機真的不是那麼好 所以說動機不順 中國現在跟美國相比 美國的短板就是基建 就是美國在這幾十年裡 原來的基建是世界領先的 就以為一直我都可以領先 就在這幾十年裡面 被中國後來居上 到現在 重大的基建項目 航空業 可以說總體上美國是更強過中國的 但是中國在後面追得很緊 我們看中國現在建的機場 最近的北京最新開的大興機場 就可以知道 很多人已經在很多場合說過了 現在在上海的機場 坐飛機開了紐約的機場 一下來 直接兩個世界 所以美國雖然在航空業的規模還稍微大過中國 但是中國追得很緊 除了航空業之外 其他的領域 可以說就是 要是就並駕齊驅 比如高速公路 要是中國遙遙領先 比如高鐵橋樑 要是稍微領先 但是前景對中國非常好 譬如通訊 不知道 所以在現在中國和美國在基建上對比 總體上來說 我認為是中國已經贏了美國的 並且在今後一段時間裡 中國的勢頭一定是好過美國的 所以中國有基建狂魔這個稱號 所以跟中國在基建上鬥來打仗 美國根本沒有什麼性的希望 這個是美國的短板 剛剛對著的是中國的強項 所以沒有什麼獲勝的機會 但是不是這樣 美國應該說 我不打這場仗 不是 都要打 但是你必須要端定你的態度 如果拜登說美國的基建 已經是不符合 不適合當前的 或者今後的社會的進步和改革 所以我們要教好基建他 這樣說我就絕對贊成 如果他說為了防範中國 為了打贏中國 我們要教好基建 我覺得你首先在目的上面 就是搞錯了的 所以中國人說了正義 明不正 言不順 言不順 事不成 就是這樣懷疑 最後很可能拜登要競選連任 要吹自己的政績 很可能他就會把這件事拿出來說 但是那時候他講的是什麼呢 會是這樣的 你看在我任內這幾年 我們政府投入基建項目的錢 比中國政府還要多 就是這樣 只為扔錢扔得多 就等於贏了 所以 拜登這個這樣的基建項計劃 我覺得應該做 但是能不能夠開始做 能不能夠做得成 這個是懷疑 做成了 能不能夠達到他自己的理想 即是反超中國 贏了中國 我覺得就更加懷疑 所以我對拜登的這個項目 大體上就是這樣 支持 贊成 能夠做多少 算多少 總而言之 都是有利於我們這個社會 有利於改善我們的生活 所以 可以做 但是態度一定要端正 不要把目標定到遙遙無期 就像十萬八千里那麼遠 令到很大 反而做出來的效果 跟原來的初心 到時候是 直接是差距很遠 到時候只剩下一個失敗 嗯 好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